早上八点左右 被誉为仙女之类的西藏浦沫雍错湖 迎来了当天的第一缕阳光 碧蓝成透的湖水 与远处七千六百米左右的 库拉港日雪山洁白的雪线 摇香辉映 壮丽非凡 世界海拔最高的行政村 推瓦村就坐落在浦沫雍错的湖边 基本上每一天 村民都能看到这些如湿如画的美景 推瓦村隶属于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浪卡紫县 海拔五千零七十米 全村仅有四十四户 一百五十二名村民 被阳光唤醒的早晨 杯水阿家来到湖边灌满了水桶 由此开启了一天的生活 这片雪山溶水形成的淡水湖 滋养着这里的人们 2020年10月 村民们搬进了现在的新家 一户三到四口的家庭 可以分到一套一百六十平米的房子 村民只需要花十万多一点的钱即可 一排排整齐的房屋 飘扬的经番 成为湖边亮丽的风景线 走进六十三岁的龟桑旺母的家中 铺着木地板的客厅里 配置了全套的葬式家具 电视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 屋中的火炉熊熊燃烧 在这个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五度的地方 室内一片温暖 在这里的一家庭里面 我建立的环境 不能做修理 gustat 因为它会有了 这些小小资物 有种类的大人 成为哪一家庭 根本是在中国 里面在家庭里面 又是在家庭里面 所以我的天埗 也没有北京 不援 也不够 所以他们像出了 我的天涧 这些水 羽 在那地方 我建议 上 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 当地的村民常常用自己家中的货品 换取自己需要的其他地方的物产 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 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至今在西藏多地 还保留着这种贸易形式 桂桑旺母的厨房里 面粉 大米 酥油等各种食材应有尽有 冰箱里的食物种类也非常丰富 现在很少出远门的桂桑旺母 闲暇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 是看电视新闻 他希望多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 村里年轻的牧人与桂桑旺母不同 闲暇时间则会用手机刷刷视频 或者浏览一些购物网站 如今快递物流早已通达了这里 购物也显得非常轻松 时常也会有流动的贩卖车抵达这里 推瓦村由于海拔较高 是大多数植物的禁区 村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以牧业为主 由于地处偏语 人口较少 村子里无法开设学校 孩子们在不远的镇上 或者县城就学 西藏实行的15年免费教育 给当地孩子的就学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上学学生小学的话有12个 初初时候9个 高中9个 大学8个 小学的话在镇里面上 初中的话在那个字线上 小学方面的话 小学的话大行级时候 村里面有人去接他们 初中的话 寒假呀暑假的时候 学校送他们 学校有班车 对 这些班车是输费的吗 都是国家提供的 推瓦村被称为是 世界上离天空最近的村庄 这里的含养量 只有内地平原的一半 村里的村医 卓马央吉说 高血压是当地最常见的病症 在这些地方上 在延放在那里边 都没有出现 所以他们就这样 在历证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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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方 有一个历证所里面 在历证所里面 都是在历证所里面 在历证所里面 可以 在历证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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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医务室配备了两名村医 就诊患者有中西医和脏医可以选择 虽然卓马央吉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 但他觉得很充实 夜幕降临 近处牧场的牧人江阳赶回羊圈 每年的冬天 浦沫拥挫结冰后 牧民还会江阳顺着冰面 赶到牧草更好的湖心岛上 罕见的蓝冰和古老的放牧方式 常常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湛蓝的天空 流动的白云 库拉港日雪山和浦沫庸挫 还有一群生活在云端的人们 当地村民希望借助这些独特的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 让更多人走进推瓦村 为了吸引更多的旅客 然后在村里面有建一些网绘点 打造民宿 还有二月份说 蓝冰节和感养节的时候 搞一些活动 吸引更多旅客 来我们推瓦村 还有观众 我们下期见的观众 我们下期见的观众 我们下期见的观众